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,所以装修风格也是各种各样的,咱们经常看美剧可能会觉得美国流行的就是田园风装修风格,其实不然,现在美国大城市的公寓比较流行现代简约的装修风格, 所谓的美式田园风的确是会在一些小城市或者美国中部地区流行,但传统的美式风格其实已经不那么流行了,尤其是年轻人买房装修更会倾向具有现代感的装修风格,小编也是十分偏爱简约的现代风装修风格。 那么今天,小编就来和大家聊聊如何在美国将自己的家DIY打造出一种具有现代感的简约风格。 虽然有人批评说,现代风格装修太过单调和枯燥,但其实简约风格的装修不仅可以省钱,而且会让整个家居环境显得清新自然,干净舒适。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,一个好的装修的确能够给人带来一个好心情和舒适感。 那么什么是现代风格? 从根本上讲,现代风格的装饰是由简单、精致、精致的纹理和简洁的线条定义的。 室内空间倾向于展示空间而不是事物,现代的和时下流行的东西就是现代风格。 通过对色彩、空间和形状的关注,现代室内设计显得圆滑而清新,不过想要DIY达到现代家居的外观,必须坚持一些基本规则。 首先第一个是颜色的用途。 中性色、黑色和白色是现代风格内饰的主要颜色。 黑色经常被用来修饰和定义一个现代风格的房间。 调色板经常被打孔,并以明亮和大胆的色彩来凸显,与中性色彩搭配。 第二个是现与空间。 现代风格室内设计中最明显最有特色的元素就是线条。 无论是笔直的垂直线、水平线还是弯曲的形状, 强烈可见的线条在任何现代风格的家居中都是显而易见的。 线条在建筑细节、大胆色快的使用、高天花板、裸露的窗户以及壁纸艺术和雕塑中的几何图形中都可以找到。 墙壁上的裸露空间、家具之间以及上面区域的裸露空间, 变得和被物体填充的区域一样重要。 在现代室内,少就是多。 第三个是现代风格家具。 家具件要有一个大胆的声明,但同时要简单整洁,没有曲线或装饰。 光滑、干净、几何形状是必不可少的。 软垫家具通常采用黑色、白色或其他中性色调, 利用羊毛、棉花、亚麻、丝绸、黄麻中的天然纤维增加质感。 床和椅子通常省略香边和流苏。 千万不要使用荷叶边、过多的雕刻细节或花卉印花。 第四个是地板。 在一个现代风格的家里,地板应该是光秃秃的、光滑的。 使用木材、瓷砖或以烯机。 如果非要使用一些地毯的话, 选择添加颜色和纹理与平原或几何图案区域的地毯。 第五个是灯光设计与艺术。 轨道照明和嵌入式照明有助于在光线下清洗墙壁。 在家庭装修核心的建设,考虑安装凹照明或间接光,包括灯具上的颜色和金属元素。 使用聚光灯或可直接照亮绘画、海报或印刷品。 现代风格的雕塑或框架艺术可以放置在结构柱或基座上,使其与眼睛平齐。 不过,切记不要在现代风格的房间里堆满收藏品或太多的物品。 在现代风格室内设计中,开放空间通常与你在空间中放置的物品一样重要。 第六个是其他设计元素。 在现代的房间里,植物和鲜花应该放在简单的容器里,大而引人注目。 大的花朵和有趣的叶子比小的排列效果更好。 如果空间允许,在地板上的一个大植物周围放置向上聚焦的灯。 用石头或树皮碎片在棚里的土壤上排列,保持排列整齐。 保持餐具的现代感,有许多几何形状、大胆的颜色和有趣的样式可供选择。 用银器、餐巾纸、垫子和中心装饰物带来质感。 有了自己的小窝总想把它打造成最理想的样子。 其实掌握了这些主要规则,简约又有现代感的装修就很容易DIY了。 小小每天住在自己精心布置的房间里,幸福感是不是瞬间爆棚了呢?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,欢迎订阅关注我们,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。 爱生活,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